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llo 大家好 我是芝加哥大学香港校园的Kitty 欢迎你们收听或者收看 今天由高天强先生主讲的节目 日升日落 香港洗字计划1950-1972 芝加哥大学香港校园位于摩星岭域多里道 是一个三级的历史建筑群 校园里面的银漆炮台 建于20世纪初 当中已经经历过接近100年的历史 而建筑群也随着不同的历史时期而改建 演变成今天的芝加哥大学香港校园 校园的设计 融合了活化重用的保育元素 包括香港蔡马会芝加哥大学古迹校园 文物庭园和展示中心 而这些设施都是开放给公众人士 你们也可以免费参加我们的道赏团 让大家对摩星岭和香港整体的历史 有更加深刻的认识 芝加哥大学在香港也设有行政人员工商管理石士课程 即是我们的EMBA program 我们也希望香港的校舍能够提供一个平台 给世界各地尤其是亚太区的学者和研究人员 有多些学术交流、沟通和合作的机会 至于香港的团队也很积极策划不同的学术活动 包括工作坊、研讨会和好像今天的公开讲座 我们在9月初推出了Hong Kong Redux 香港怀旧系列 而我们刚刚上架的展览 香港19、1950至1972的洗字历程 以及我们今天的讲座 正正就是这个特辑的第二集 好了 现在就让我来正式介绍一下 我们今天的讲者高天强先生 Hello Tim 你好 你好 高兴又再见到你 坐在我身边的一位 就是芝加哥大学香港校园 驻校的历史学家高天强先生 我相信这里有很多你的粉丝 他们也看过很多本你的著作 而且有关于香港历史的作品 这次就是阿Tim第二次和我们分享你珍贵的相片 在去年10月的时候 你帮我们策划第一次关于香港疗屋的一个展览 如果大家错过了 不用紧张 因为我们已经把你的照片 和当时你和Dr Patrick Hayes的分享 已经上载在我们的YouTube上 这次就是下集 我们就有机会听到阿Tim和我们说一下 在疗屋之后 洗字计划引入之后 和他的发展经过 和如何整个计划变成了很多香港人的集体会议 我们在宣传这个节目的时候 也都将阿Tim第二次照片 已经上载在我们的网站上面 看照片当然得比听故事精彩 尤其是不知道阿Tim 他跟我们说 原来整个洗字计划的背后 很多人都以为是为了难民而前 但其实事实就不是那么简单 所以我们事不宜迟 我们就将时间交给阿Tim 让他和我们详细分享一下 整件事的来临 和当中的故事 让我们又了解更多整个洗字区的发展 交给你阿Tim 今天打算和各位分享 就是香港的洗字政策 我认为是香港战略来党 对一般市民可能是最重要的集体会议 为什么最重要呢 就是人数之多 其实很难想像会有其他的集体会议 可能会比参与的人更多 当时香港提出洗字计划 如果正式来说 就不是政府的 而是市政局的 其实是 世纪美大波之后 市政局开会 有些议员提出灾民的问题 他们决议向政府提出 政府要负责安置灾民 第一 第二就是 把后安置了他们的居所 管理都应该是政府负责的 当然政府也有个想法 迫到他去埋长局 他也要考虑 有时不是这么好死的 你提出来而已 可以有很多蛮色的理由 推理你 如果不是適合遗口的时候 今天也是 要找理由很容易 反对 但是政府也有一个 可能有多少意思 真的要处理这个问题 所以在1954年4月 就成立了之前曾经一个很小的部门 就是刚才提到的平房区 那些是政府来说 当时是洗字区 是重复地区 将它扩大成一个政府的正式部门 是在市政局 其实是 成立了洗字事务处 由他们负责安置居民 最初的时候 安置居民是用一些 比较简单的 就是两层的平房 我们现在有时看香港历史的书 也有说 就是爆零平房 名字就是来自当时公务局的局长 爆零 很快有些想法 就是建两层平房 臨时安置居民 在政府的计划里 是写字区 最早出现的第一期是写字区 都是偏远的 例如摩星岭 柴湾 俄头角 现在是1951年的地方 没有地铁 而且有些地方 连马路都没有 他们怎样去市区上班 做事都是在市区 一般人来说 如果在比较近市中心 例如河文田 大家很难想象 其实河文田直到六十年代 有很多平房 有很多棉屋 其实在之前是一个坟墙 距离五六个坟墙 政府在四十年代末的时候 到五十年前后 将市区非宗教的 主要是非宗教性质的坟墙 迁去新界 即是沙嶺和博合石 有部份是用来建一些平房区 早期的平房区 条件是非常好的 像现在我们见到一张这张 大家看来不像高尚住宅区 以为是什么半山 其实是柴湾平房区 大约1960年左右 大家看到在一层一层 街梯有一些石屋 和寮屋 后来我们叫寮屋 不同 他们不是用木 或者临时升铁搭石 这些是一般来说 用永久的材料 包括石 有些砖 其实很多拆滑 是有教会拆滑的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有想到其他的服务 所以整体来说 居住环境是非常之好的 第二张就是另外一个平房区 大家可能想不到 想不到 想不到 前面有一条马路 这条马路 当时叫做南渡 就是现在的公主渡 1965年的时候 政府的扩阔南渡 庄岩 有公主来访港 这个是皇室 所以说明明是纪念公主访港 又叫做公主渡 左边就是何文田的其中一处平房区 大约六三年左右就拆了 可能当时有考虑抗阔南渡 我们做了一条九龙的其中一条干渡 即是公主渡 收了地 清拆了 所以这张照片是1962年拍的 大家不见相都想不到 有这样的地方 另外一个平房区 大窩瓶 大窩瓶 大窩瓶现在大约是宅安邨 石剑尾上高瓶安邨 又或者北架山花园附近的地段 曾经都有一个大型的平房区 这个到70年代就拆了 这个就是何文田山上高的另外一个平房区 京士柏 何文田有几个平房区 亦都有很多寮屋 有些就是政府叫做license area 就是被人临时搭建的一些 也不是严格来说 政府批准他们搭建的 但也是用一些临时的材料 木、星铁搭建的 其实整个何文田山上高 有很多这类的平房区 这个就是荔枝角度的另外一个平房区 这个到2000年打后才拆 他拆之前我也去看过一下 就是长沙环荔枝角 另外一个平房区 另外一个平房区 我住在附近很熟悉的 我小时候一直走 是联合道 左边就是荔枝角的平房区 这个亦都相当有历史 亦都很后才拆 现在变成公屋 亦都是到2003年的时候才拆 这个是牛头角平房区 现在在罗华村 在附近的位置 就是佐敦谷上面 到70年代 这张1977年拍的 还很完整 50年代 存在了二十多年 这是一营 是大坑东 沙子区 大坑东 不是第一个沙子区 第一个沙子区 就是多层的 是石结尾大火之后 在石结尾大火之后 在石结尾最初六层 后来七层 其实在第二年 就是大火之后 第五四年的七月 在大坑东 发生了另外一场 云屋大火 其实很多时候 我们看到一些历史照片 它说石结尾大火的照 是日光日白的 其实不是石结尾 是大坑东大火 石结尾大火是晚上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所有的照片 就是石结尾大火 天天偷拍的 全部都不是石结尾 而最多就是大坑东大火 政府大火之后 在左边也建了一些临时的平房 就是那些暴凌平房 但右边就是那些一型的H型 所谓的沙子大厦 这是1958年的高空照 看到石结尾当时的情况 这个真的是石结尾 这是第一批的沙子大厦 看到后面近山 有几辣的银屋 那些平房就是 刚才提到的暴凌平房 后来也是拆掉的 因为太浪费地 那些土地已经建了两层 当然建了七层的两层 其实石结尾大火 不是把石结尾全消灭的银屋 其实有很多银屋还在 到最后到六十年代末的时候 政府要建白田村的时候 才把石结尾的墓屋或银屋清拆 石结尾的银屋到此为止 这个就是起源了 就是观塘 我们以前叫做鸡寮 现在有些年轻的朋友 都没有听过鸡寮 最初叫鸡寮 在政府一般来说 最早叫做鸡寮大厦 鸡寮区 但到了六十年代后期 可能有些居民觉得不好听 鸡寮 被人鸡寮 鸡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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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太好 所以有一段日子 六十年代末七十年代 最初叫新区 所以应该说 石结尾新区 横头坑新区 黄大仙新区 是观塘新区 是这样叫的 但存在了几年 后来就有了房处之后 房屋师处成立之后 后来就变成村 这个是观塘第一条公共屋邨 这个就是高空照 就是黄大仙 很清楚 H 但是在下面右下 就有一些日字形 那几座是二形 大部分都是一形 但有部份是二形 旁边是二形 大家看到 其实在当时设计的时候 其实是没有认真考虑居民需要 作为黄大仙 也有二十多座 居民几万 其实你看到 基本上 几乎是没有休息场所 只有中间的小三角 一个小的花园 因为当时尽量最少的地方安置最多居民 而且居民都不知道在多久 不用做 可能是想法 不要花心思去做什么休息 没有什么设计 这就是刚刚落成的东头村 寒字区 前面就是东头村的平房 它有少少我们看到 这些全部都是二形 主要是现在看到二形寒字区 当时这张照片是三年拍的 新蒲岗还未认真发展作工业 所以一眼可以看到 机场 彩虹村就差不多临落成了 这就是在建老虎岩 即后来的洛库 看到狮子山下 左边有些一形洒字大厦 右边那些现在建的就是二形 再远一点就看到横头坑 前几个建议坟墙 那就是联合到基督教墳墙 现在还在 这个就是对很多住过早期 洒字区居民的一个很重要的集体回忆 就是串教花 这个其实在当时来说 是一个香港工业的象征 可以拿回家 多数在洒字大厦 通常每个洒字区 都有一两个分发中心 就是等一些 因为当时那些妈妈 多数的小孩多 不是现在的一两个 五六个很多 有些没办法出去做事 会拿一些架花回家做 香港很有名的 英文就是Hong Kong Flower 我跟日本的老一辈的日本朋友 一说他们零射精神 Hong Kong Flower 很有名的 这个代表香港工业化的 一个缩影就是 穿胶花 后来色微之后就做其他事情 有些穿珠链 穿标带 剪线头 剪线头 拖鞋 剪拖鞋 很多 这是一个时代的象征 是的 另外就是 政府即使建了洒字区 后 对很多所谓的公共服务 都不民不民 很大程度上 依靠自然机构 有特别的宗教团体 提供服务 包括青少年中心 有一些 特别是50年代 末60年代初的时候 都是香港整体来说 赤瓶的年代 赤瓶 有些小孩是营养不良 所以有些宗教团体 就会在骰子区那里 派牛奶 希望可以让他们健康成长 有一个故事 有个笑话 就是我看书看回来的 周永珊教授写的 60年代的时候 有一位当时都是行政局的议员 羅里基博士 是一个蒲人 他里面有些宗教团体 去骰子区那里派 有一个妈妈回来派礼物包 那礼物包拿回家 在家里那些蕃茄 不懂得用 怎样用 不起泡 那些不是蕃茄 那些是芝士 他根本不知道什么是芝士 听都没听过 以为芝士是蕃茄 所以落身都不起泡 我想说 在50年代初 很常见的宗教团体 在芝士区那里派礼物包 其实很多家长收到之后 不是给他们小朋友 吃的卖出去 就是帮补加计 当时也是很艰难的时期 还有拿牛奶 拿些烹饭 剃烹 煮烹 拿来派牛奶 这张挺有意思的照片 在芝士区 在芝士区派路德会 还有福音的流动诊所 就去芝士区服务居民 今天这个就是石杰尾 好像很震撼 那些暴障 是西邪 这个不是浪泉山 是西邪 但是其实芝士事务处 不让他们这样 因为有时候说他们不近人情 西邪已经是很热 没有冷气的 有些风扇也没有 就是这样晒晒夏天的时候 他们就去禁止居民 拿布杖 遮挡太阳 不准的 不准的 是说你僭建 僭建的一部分 我看过的报告就是 屡劝不改 结果都没办法 一会开始眼闭 很多时候他们就是 可能他们的想法 很多人的基本的生活需要 没有想到 这个就是横头坑 又是異形的 中间就是公园 现在的乐富商场 即乐富站 这些老一辈很记得的 冬菇亭 后来有了无线之后 政府就安装了免费电视机 很多街坊围住来看 自己卖不起 电视也是贵的 你早期的时候 就是围住场 其他街坊围住去看电视 黑白电视 后来75年政府收地 因为建地铁 这个公园就没有了 这个公园 这个可能 另一批香港居民 另一批香港居民 印象很深 就是狮子山下 狮子山下精神 狮子山下精神 就是来自那剧集 那个剧集 主人翁 德叔 在横头坑 那里写信 跟人 不知道 我都不记得了他儿子 还是什么 邦志文 就当警察 还有割劍青 这个港台是临时的 搭的 就扮在刹市区 代表了当时七十年代 他好像大约七三七四年的时候做 第一批香港居士山下 很受欢迎 因为可以讲到普罗大众的心声 还有有些实景 这些搭景 有些是实景 在横头二十多座 长期有一个在那里拍的 就是说德叔一家的生活 为什么这么多市民共鸣呢 就是因为很多人住在刹市区那里 很熟悉对他们的生活 每一集围绕着德叔和潘志文 葛剑青的生活 就是说当时香港人的心声 当时香港小市民面对的问题 这就是拍摄他们拍摄的情况 这个就是另外一张普通的照片 经过时间的洗礼 其实很怀念 现在我们讲的很差 条件很逼很热 还有很吵 很骯髒 有些邻居不是很省性的 就是打麻将打到天分地暗 小孩没有得温习 但很多时候他们 总是很怀念生活的 就是那种伦理关系 那时没有私隱这个概念 其实你帮我帮你 你帮我看小孩 你帮我买菜 其实可能是很大的原因就是源自 其实很多沙市区的居民 他们背景相近 很多都是四五十年代来香港 在山边搭母屋 跟着政府清拆或者火烛 大家迁到去沙市区之后 那个感觉好像回到一条村子 然后大家去水喉房拿水洗菜 就像以前农村的人去打井拿水 大家行拿家常 那个水喉房好像变成一个social club 所以他们很多 差不多每个老人家都很怀念这一段日子 这个现在70年代初 小孩在那边玩 现在大家看到好像很危险 因为他们掉下来会死人 但是那些小孩好像没有事干 那个是连逢 楼下的铺铛 还有升铁铛 不是很坏 那些小孩坐在公共走廊的边 很多小孩是这样走来走去 现在觉得可以做布置头条 哇 以前的小孩就是这样大的 很多size区的小孩 小孩在二楼没问题 三楼都没问题 有些成人都是六楼七楼都是这样坐的 是的 这个就是普通的一型的来笼 120尺 但是其实政府规定是要五个成年人 才给你一间 如果有时的情况就是不够五个成年人 不行 所以有些情况就是一个 一百二十尺的单份 劏住两个位置 中间是一个间住 其实这里是两个家庭 所以他没有考虑到 人家的家庭需要 当时就是用数字 要填够他 除了有时不够五个成年人 一个一家两个一个三个 今天两个变成两个家庭 另外一个情况就是 有些小孩 十岁或以下就当半个 会大 大了之后又怎样 所以有些小孩 特别是男孩被逼 要睡走廊 或者睡地下 那间屋里留给姐姐或妹妹睡 有时他们就造成 大家的关系很密切 大家都是隔离 大家都是睡公共走廊 这些很常见 这个就是比较正式的一家人 但是看到后面一家庭 一家庭砌了一家庭 这就是通风设施 因为没有什么通风 就是靠中间的一家庭 通风两个一百二十尺单位 所以没有私隐 所以那些小孩 更加上隔离去看隔离座 是装人 那些小孩都这样说 所以有些人怕被人装 就是用布置封住他 所以没有通风的效果 这些也是设计的时候 没有想到人家家庭的需要 这个就比较清楚一点 就是一个单位 就是两个劏房 就是单位变成两个劏房 大家变成像龙屋 由一个单位变成两间龙屋 可能在里面 初初的时候不是很熟 不知道是否会走进来 所以变成了一间龙屋 是的 所以那时候真的艰难 就是住在沙士居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角度 看单位 很多时候 包括看獅子山下也好 或者看照片也好 那些居民多数都是公共走廊煮食 有一个木箱 箱里面有火水佬 但是最初的时候 删斥事务署不准他们 在酒廊煮食 是在屋里煮食 你想想没有煙通 一到煮饭时间 那间屋便烏烟漲气 已经空气不流通 是的 又没有煙通 还要120尺 五个大人 还要间一些位置煮食 是的 就是觉得好像匪夷所思 今时今日我们去想 但是后来又有些居民 当然忍受不了 特别是炒菜的时候 整屋都是烟油 所以开始有些居民 就在外面的走廊煮食 其实是禁止的 但是整理之下都很可禁 变成了默许居民在外面走廊煮食 但是这张照片是比较珍贵的 但是最早期的时候 居民是要这样生活的 最新的 可能搬进去没多久 所以看来都好像好企丽 你想想那些小孩 大了之后还会是这样的 不会吧 住都没得住了 莫光华要在里面煮食 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一张全家福相 一个六四年影的 一个大坑东省市区的一个家庭 一个120尺 可能他们大坑东大火 之后政府在沙治区 迁入隔离沙治区 最初的时候 估计两夫妻 可能大女搬入的时候 精神一下就多了几个小孩 你可以想像 这些再大一点的时候 一个120尺的时候 七个人住怎么住 所以很容易就变成了击壁户 或者那些小孩就要住走廊 睡走廊 平日煮食就回来 但是沙治区的问题不单止是这样 特别是六十年代初的时候 有所谓大逃亡的日子 很多人在内地偷渡到香港 要投靠亲戚的时候 其实很多沙治区的居民 访问的时候 不单止他们的房子 120尺 或者有些再大一点的 打通的240尺 不过240尺 就是再多些人 还要照顾在内地来的亲朋戚友 所以通常来说 甚至不止登记那个人头 可以120尺 我都不知道可以住8个人 所以条件比现在的劏房还要策略到 不过当时很多人只求一宿 其实在六七年暴动之前 没有什么是勞工法例的 小孩同工也有 也有一些是怀疑人的被人炒 工作时间又长 十个钟头十二个钟头又长 很多人但求一宿 这就是六十年代的写照 帮补格计 嬸嬸在家里车衣 她不是做胶花 而是车衣 全部都要搭角仔 所有的指定动作就是搭角仔 每张照片都看到角仔 可以住到五个大人 再加上小孩 可能六七个人 一定要睡上 这个婆婆服了她 她大概80岁 还睡上隔 每天爬上去都危险 但当时就是这样 这个是七十年代 七六年影 有些私隐 就是用布链拉一拉 那个角仔 我估计都是由 入伙 这个是落库的 即是早期老虎癌 可能是六零年前后 入伙之后 用了十多年 没有拆 旁边的隔施都还在 即是通风的隔施 这些相片都比较珍贵 虽然当时很普遍 但能够留得到现在 现在都是一张很珍贵的照片 六二年尾的时候 已经出现了三营的沙市大厦 三营是第一个沙市区 是葵涌村 很迟才刷 到2000年 2013年的时候 我刷之前也去拍照 那是第一条三营沙市大厦的村 它有进步 它就开始有 水喉入屋 就不用去水喉房拿水抽水 你可以想像抽水艰难的 特别是 连长者抽了两桶 水很重 你经常都要用水 还有很多争论 有些没有考虑 其他居民感受的人 会长期霸住水喉 还有会偷水的 有些偷水就是 下面 特别是食肆 食肆的酒楼 可以在二楼三楼四楼 用很长的水喉 就长期霸住一个 绑住的 整个八十几个单位 只有四个水喉 可能一两个 就是被人霸住 有些更加不好的 就是用水喉 搏到自己的家 亦有这样的情况 到洗衣服洗菜 便容易争吵 所以到三营 有一个进步 一个小旗楼 有水喉 但最初是没有电 后来便有电 我经常想 当时沙治区的居民 即现在的市民 去那些洗手间 我想会很艰难 跋似 我想会暈倒 特别是老人家 其实是艰难的 三营 但仍然没有电梯 但有一个进步 就是有小旗楼和水喉 但仍然没有洗手间 单位设计仍然是24平方尺 所以单位是小的 是到了1970年 政府改善人均面积之后 由24尺到36尺 出现了第五、第六营 第四营 三营由1962年开始兴建 大约到65年之间 有四营的洗手间大厦 这是我们现在常见的牛头角霞邨 或者有时见 现在当然没有了 但是大家在十几年前 还有两组 在石尼做中转屋 一座 只剩一座 两座 四营那些 去到16层 仍然是用120 不是124尺 考虑设计单位的尺寸 不是很大 所以都是小的 但是那里有升降机 那里有16层 16层 太多了 但是整体设计和三营都相比 但是在其他地方 开了位置 又有自己独立的厕所 所以三营又整一步 有厕所 有水喉 有电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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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那个面积没有小 没有大 就是人均的面积 但是到了70年之后 因为放宽了 那个限制 就是24层 有30 到36层 外面我们看不出 那个变化 但是内笼是大了 就是五营和六营 就这样看了 问我这个是五营 还是六营 还是四营 就看不到 因为外面一样 只不过内面的内笼 是阔了一点 是 三营刚才我说 有一个私家 一个很小的露台仔 还有水喉 但是厕所 还是在中间公共用的 但就不是一层人 全层这样用的几格 这个就是 每两家或者三家 共有一个有铰匙 所以厕所 洗手间 要拿铰匙去的 它掉了 就麻烦了 这个就是四营 这个是东头村 就是东头村 是二营为主的 但是有一座是四营的 这个是1965年拍的 我还没入伙 看得到 臨近喜好 这个基本上 和三营是大同小异 最不同的地方 就是十六层 还有中间有升降機 还有中间的旗楼 除了有水喉之外 还有一个厕所 这个就是楼下 为什么造成很多小贩问题 其实设计的时候 政府官员不太想到 居民的需要 就是一座 你早期一二营 大概平均两千多人住 每一座有 有需要的 就是平日生活上 买米、雜货 或者粮食 店铺 主要依靠地下 那些店铺 但不是全部用来做店铺 其实有不少用来做地下 就是做学校的 小学的 天台固然有 有不少用来做地下 全部用来做学校 有些就给一些 志愿机构做一些特殊 有些不是特殊 有些特殊 有些特殊需要的 診所 有些小学校 有些什么问题 所以能够 腾出来 让商人开店铺 其实不多 所以做就了很多非法的小贩 最初入伙的时候 所以很奇怪 最初就是这样 整整一下就不是这样 很多搭出去 就像不见 什么都有 整整一下 最初就是很奇怪 这就是第一期三营的沙治大厦 就是葵聪村 就是六二年底 第一座建成 就是六三年开始入伙 这就是四营 就是石牌湾 正在建的时候的情况 就是第四营 这就是田湾 田湾就是 旁边就是华人命运墳墙 全部都是三营 这就是高空照 就是在建了 池云山 池云山最初的设计总共是六十六座 所以最后那座是六十六座 但其实只有六十三座 为什么没有了三座 就是它最初规划的时候 它是尽起的 就没有想过 其实它是过十万人的 它的人口 但是基本上是没有休戚场所的 所以为什么有这么多青少年那些问题 很多都变快 以前的人的说法很快 就是因为没有精力 不能发泄 到了建立的时候 发觉有人不知不知道 就是良心发现 太密了 结果在中间那里 现在看到的空位 那就是去了一个中央的球场 本来就建三座 那位 本来有三座建空 所以最后建了六十三座 但排队就排到六十六座 在欧美 在欧美 这个已经是一个中原 一个城市的格局 但香港只是一条村 这个就是街坊会派新衣 南田 早期叫做咸田 后来咸变成南 政府也鼓励一些街坊会 或者一些治安问题 60年代治安不是那么好 有些风化案 所以就安排居民自造街坊会 或者一些自造委员会 特别是70年代初 那时候很多些 輕微的罪案发生 偷东西 很简单 浪衫是浪外面 政府设计就是浪外面 偷衣服 走的时候 夾仔拔掉它 就跌到地上 下面人接影 特别是牛仔褲 一定会被人偷的 不要买什么有名的 所以真的危险 而且有些风化案 所以很多居民 就组成自造委员会 早期街坊会也有自造委员会 就是巡的 戴头盔的 每家就轮住你 晚上就巡街 或者巡的走廊 希望可以减低罪案的数目 这个就是尤堂湾 尤堂湾也是三营 这就是刚刚落成的 还未入伙的 牛头角 骰治区 即后来的牛头角下村 即现在是牛下 六七年的时候 六七年底开始入伙 这就是四营为主 后来再建了一些五营 六营 然后再建的时候是秀茂平 下方有三营 上高有四营 后来有五营 甚至六营 后来就 现在还很完整 后来的山 后来就做了石矿墙 就是安达神堡的石矿墙 这就是南田 前面还有一些 寮屋 1967年的第一百万的骰治区居民 就在南田出现了 当时有一个小的意识 这是我90年代拍的 对很多骰治区居民的印象 甚至是阴影 免之不退 就是中间的走廊 阻门对门 现在这个 在最出的位置 看过去就好像很干 其实出去走过去就很黑 就很黑了 几乎所有的VIP 在五、六十年代来香港 都会看骰治区 因为骰治区对政府来说 他认为这是非常成功的政策 也都解决了一大班人 或者是难民 他们的居住问题 政府是很自豪 所以我们看过往的一些资料 党案 或者早期 我自己在房处二十几年前 看他们的党案 都有见过 那些行情的外国VIP来香港 总是会去看骰治区 因为他们认为这是解决到 大量移民也好 难民也好 那个居住需要 所以他落于向外国政要 或者是NGO 甚至是其他不同的组织 因为他们对整个政策最好 我看看 其实在英国国防部里面 有一个叫帝国国防学院 有很多中级军官 升到将军之前 都会在这个学院深操 所以是将军的摇纜 他们几乎每年都有一些学生 来香港 其中一个行政是在沙治区 可能政府认为这个可以看得到 如何解决问题 以及管理 因为这个就是管理上百万人 一个很小的城市 有上百万人住在沙治区 如何处理他们的问题 即使是军人 其实到了一个阶层之后 甚至是将军 很多时候我们说 看军人的记录 或者我们想 军人当然是打仗 但其实去到最高阶层的军人 他们不是考虑军事策划 其实就是背后的工程 以及行政管理 可能因为港府认为 对沙治区的行政管理很有信心 可以值得给帝国国防学员去参考 所以他们都会来香港看沙治区 可以看得出政府一方面 很自豪对这个计划 而世界其他西方国家 或者其他国家 都是对这个计划 有一个比较正面的计划 他觉得是一个正面的政策 所以这个政策是世界有名的 有时是受政府误导的 在60年代沙治区 是一个旅游点 这十多年我经常在eBay找香港的照片 找了很多游客去沙治区拍的照片 最初我这么奇怪 为什么游客去石结尾拍照 后来就见得多了 迫得多了 原来是行程 我知道 因为买了很多批 无数的游客拍的环灯片之后 就知道已经可以猜到 全部一样的去的地方 就是会去游马地避风塘 看水上人 不是香港走到游马地 接着石结尾沙治区 就看沙治区 接着就上去大埔导 那时候没有施山隧道 去新界间是大埔导的 可能去大埔导有几个lookout point 就是看西九龙 景点 看完西九龙之后 那时候就会去沙田酒店 喝下午茶 接着就去錦田 都会看完他们的计程 有了很多批这些游客的环灯片之后 很明显左边的就是游客 这个就是德国国会议长 六二年去东头村去看沙治区 就是石兰 当时还没做叫斯里兰卡 石兰的女首相 都是一个风头人物来的 因为她是世界第一个女首相 是的 那访港其中一个行程 就是安排去看王大仙骰治区 这个就是丹麥王子 访港就是去看骰治区 一个景点就是 现在我们后来有些发烧友 叫做格仔山 当年启德还没关闭的时候 很多发烧友 就去格仔山看飞行星港 除了看飞行星港之外 在六七十年代 一个很热闷的地方 就是政府和VIP去看沙治区 这个景点就是 在格仔山看下来 就看到好像很震撼 整个地方 看看我们香港政府 多关照市民 建了一座一座的沙治大厦 安置他们 令他们可以安居落叶 这个就是1975年拍的 不是60年代 是75年 但他看到的景物 就是刚才丹麥王子 什么手上 同一个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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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外又是一些 英国国会议员 去看 英国国会议员 又是看沙治区 不得了 到戴卓尔夫人 做保守党党会 1977年 第一次官职访港的时候 都不忘要去看沙治区 左边就是廖本怀 就是很长期主理香港房屋 有关的官员 他本身就是 曾经一段很短的时间 在港大教建筑 后来去了 房屋御建設委员会 就是Hong Kong Housing Authority的建筑师 策划了几条主要的村子 包括最重要的就是 香港的华府村 是他一手策划的 最初那些是水泥地 没有厕所 大家都知道要进去工厅 没有水喉 去水喉房 水喉房 在水喉房旁边有几格 被人洗澡 有很多风法案 所以一会可能我都会说一下 因为当时政府 刚才我提到 这些是不是香港居民 还在怀疑 在水喉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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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不会 在水喉房 会不会 在水喉房 会不会 在水喉房 最初是没有电 最初是没有电 所以他们是 货水灯 油灯 未必要纳热 不过就是油灯 或是火水灯 后来才有电 来供应 大部分都是公用的 120呎 住五个成年人 可能再加几个小孩 这么差 就是因为政府 认为这些不是香港居民 可能会离开 还有政府的想法 建筑师有这样的想法 如果有部份人回乡 或者离开寿治区 又或者香港变得富裕 其实可以建更多的单位 可以把两个120呎的单位 中间隔着一幅墙 打通它 就变成240呎的单位 到时如果我们有条件 可以再建个实修间 可以在旁边有个厨房仔 他是这样想的 但是建建的时候 他没有想过很多人 最后一住 住了30年40年 石杰美 最后那批 到2003、2004年才搬走 又是54年 5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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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住了近50年 那时候是没有这样想的 因为他考虑 刚才说 这些人都不知道是否在这里居住 所以为什么条件这么差 这就是耍治区 食荐尾下面的那些明渠 那是葡萄 那是葡萄 你不小心一脚踩下去 一定有 特别小孩 掉下去什么都会有 那些坑渠 但这又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这就是那些垃圾 就是那些小贩摊摊 那些小贩摊摊 就是这样 离手扔的 大家要忍受 住在沙市区 是很便宜的租 但也要忍受很多问题 其中一个是卫生的问题 你住在二楼 你可以在三楼 可以整天闻到这些味 垃圾的味 这就是公厅 没有门 也没有什么私隱 想想想去 晨早去洗手间 跟uncle auntie 说 hello 一个一个 也没有婚男女 有 公厅有 但也有很多风化案 因为没有门 你随便进去 还有很多道友 跟居民说 很多拍 不是拍丸 吃白粉 在公厅那里 所以在六七十年代初的时候 那些乘差 要交差 不知是真的搞 查案的时候 沙市区 去找毒品 通常在公厅 上高 多数都找到的 很多隐君子 都在公厅那里急毒 还有最难受的 就是经常都没有水冲 你可以想像 一层里面可能有八格 有几十个八十个单位 有八格 三天没水冲的时候 你住在隔壁那些单位 那些味道 是 这些就是小孩 要在公共走廊做功课 这些七十年代 是射箭尾影的 很常见 大家的倫理关系 一般就很好 和很好 大家同龄的时候 一起玩 这就是刚才我说 一營二營中间的酒吧 就是洗手间的公厅 你住在旁边很惨 每天24小时都是洗手 你没水冲的日子就更惨 这就是浴室 不是浴室 是公共浴室 大家看到没有门 这就是公共走廊 往进去的情况 那道门我估计都关不了 因为那道教育一定是坏 所以对一些居民来说 特別是女士 所以洗澡一件事 好像很简单 都很复杂 一般来说 他们要戴个门脸 因为看到的 你又要用火水佬 煲几穴儿水 接着水效房 侵了凍水 接着用股间盒 用布帘 通常有一条竹竿 就是穿布帘 放上去 接着也要洗头 哪有洗头水 早期的 互发掃 哪有互发掃 用股间盒 但是拿换的衣服 拿布帘 拿一条竹筋 你要换的衣服 挺复杂 还有很多是三五成群洗澡 因为怕人安全 所以我访问了一些嬸嬸 她说她们年轻的时候住在这里 她们不敢一个人洗澡 一定是成群结对 如果晚上没有办法 成群结对冲涼 她就定义不冲 也有些人不冲涼是抹身 觉得抹身是安全 大家看到公共走浪的幕 就是这样 所以对女士的心理 没有安全感 可以想象不到 男人都没有 不要说是女孩 是 这是太坑东 一型洗澡大厦 小孩子在走廊玩 70年代 走廊就是他们天地 有些住在七楼就很少下街 但下街就有下街的问题 很多小孩子 特别是六十年代 没有机会读书 也不是免费教育到七十年才有 有些家人要逼住 因为生计 要在工厂上班 父母也要上班 榴莲街头就很坏 变成了 这是七十年代 嬸嬸和姐姐 用衣服剪线头 次女在公共走廊做 帮助加计 这些就是普通的走廊 最初是不给的 在養屋里面 每个人在外面住 但大雨就撕进来 很难煮 打九个风球 十个风球的时候 不用煮 吃面包 很多老朋友 这就是社交团 就是西迪房 就是交流 大家有些消息情报 有些私妻之间 或者聊天 或者聊聊闲话 有时老人家就打麻将 很多时候打麻将 就是在所有房间打 哪个Club 就是在公共走廊 要做功课 乖 做一下睡 这是玲瓏床 这是七十年代后期 早期是帆布床 后来是玲瓏床 七十年代就有玲瓏床 夏天排到满 这里 那些居民走过 要小心打側身走 因为很窄 因为两边都开 那些帆布床 或者后来是玲瓏床 也很好 大家都不会打扰他们 因为没有想到一些居民的需要 数目很少 二千人一座 有几座 可能有些客户是没有店铺的 但可能有五座 有近一万人 做就了一些非法小贩 很多本身都是居民 找到钱 很艰难 那些不是很想去工厂打工的 有小朋友 不如在早上繁忙的时候 做小贩 自己煮一些粥 煮一些粉 拿去卖 通常这些是没有牌 政府都不会给牌 市政局一定不会发牌 实际上有卫生问题 实际上不干净 所以全部都是非法小贩 特别在廉署ICAC出现之前 虽然有管理 有些是黑社会同理管理 但又要给黑社会 每个月下落警他们 他们同理管理 有些是由警察或管理员 会收规 跟居民讲 包括自己是管理员 是这样的 整个社会都是收规 消防处理会不收规 勞工处不收规 入境处不收规 警察更加收规 白粉档会离开 最近看了一个访问 黑社会人物 在60年代的日志 警察走过 白粉档会避开 因为他们收规 不会走近 两三条街都不会走近 所以他们造就了很多社会问题 包括小贩的问题 有些情况之下 那些顾客不只是自己本身 附近那些地方 那些私楼 而没有街市 他们走过来 更加造就了 就是小贩的问题 有些现在我们看回 里尔所思 寨治区里面的公共酒楼 可以直接做一间酒楼 在那儿蒸笼 请同工 可能5元 请他半天 小孩子 蒸笼 蒸笼 接着就在公共酒楼 那儿开了 大排限值 每天都发生 公共酒楼都挺大 是的 所以当时管理公共房屋 就是寨治事务处 和屋宇建设委员会 屋宇建设委员会的管理员 他们有训练 他们认为自己是专业的管理人员 冉市事务处一般都是市政事务处的职员 他们可能几年后又调一调 到了1973年 逢屋宇建设委员会合并了两个单位 其实有一条很大的红沟 他们很清楚 你来自冉市事务处 我来自屋宇建设委员会 到90年代我访问一些房处工作的职员 他们到时候已经隔了二十多年了 73年到90年代二十多年 他们还很分清楚 那些是冉市事务处过来的 跟我们那些不同的 他们很自豪的 对自己的管理工作做得 冉市事务处是不会的 所有冉市区出现的问题 其实我觉得很荒唐 冉市区里面一间酒楼 可以很像一间酒楼 在公共酒楼开办 还要延开白色 为何来的管理 根本就没有管理 其实就是 你看这些就是冉市区的食事 这些当然全部都是无牌 很多是自己的居民 但是当然也有它的好处 很低廉 很便宜的服务 或者食物 向居民提供 你说有两体 管理有问题 但是跟居民说 他们觉得 他们不一定是坏的 他们提供很便宜的服务 街坊的服务 或者食物 小孩子可以一毫子吃一个早餐 没可能 70年代可以一毫子 很多的 有非法党 叔叔 看相党也有 叔叔和人看相 占卜隔天 我最尊敬的是和人写信 写信佬 这些是文化服务 在他们的年代 其实很多居民 特别是女性居民 是不识字的 但是和乡间的联系 其实就是靠写信佬 很尊重 本身都是文化人 但是来到香港 之后他们没有办法 拿筆寻食 有部份是和人写信 和人写一角几毫的信 也是艰难的 所以这一班 我是很尊敬的 一些 Craftsmen 匠人 这些就是 洛夫岩 也是毛牌的食肆 小孩很开心 是 这个是80年代 这个是85年拍的 在王大仙 直到拆 改建 仍然是如此虚陷 这个场景 这就是 有几张照片 就是休戏场所 这个是天台 慈文山 曾经政府想过 可不可以将天台 做休戏场所 但后来可能觉得不成功 试了一次就没有再做 这个是藍田 很高 藍田 我们小时候玩的二楼这么高 很刺激 跌来跌死人 下面有什么箭 石屎 有没有玩过 很济角的时候 那些小孩和人想到很多方法玩的 不是这么单 也有时候 他们会调转身 调转身 什么方法都有 什么爬上去都有 倒转 楼梯爬都有 很多方法 当然从现在的眼睛 每一个都不合标准 这个是石劫尾 鲜秋也很危险 刮了 一跌下来 可以飞秋 后来地球 铁架的地球 爬上到顶上很危险 很危险 这个是黄大仙 刚才那张高空照片 很现代化 这个是75年影的 已经看到好像三角位的空地 这是唯一的游戏场所 是的 屋邨的游戏场所就是这个公园仔 后来就是在一二型中间 製造一些比赫波台 增加一些游戏 这七十年代 这是红磡 很少人知道红磡 也曾经有采置区 只有四座 这个就是七十年代 以前小孩很厉害 如何可以爬上去 你想办法 最厉害的 还要倒转玩 在上高还是倒转 有什么方法呢 下面没有墊的石屎 这一张是最后一张 这是很珍貴的 大家可以回忆一些居民 回忆以往灑磡区的生活 正如你所说 这里有很多相片 其实很简单 但是很生活化 很难得在现在这个时刻 还可以拿出来回忆 很多不是新闻处拍的宣传相 很多都不会这样拍的 现在这么危险被人骂 小孩这样摑个框架枪 你还不叫他下来 你还不叫他下来 还不叫他下来 这个有这么多相片 你分享了 都是很少部分的 你的珍藏 有多少是你自己亲手拍的 八十年代打后 我都有拍的 我都开始注意了 拍的旧区 旧村 即是完全落区 实地考察 其实当时八十年代打后 我香港每一条街市区 我都有去过看过 每一个叫做旧式的沙市区 我都去过 所以我不是住在这里 但其实很多我熟悉 有一些去过很多次 没有什么特别很强的原因 就是对那些地方的感觉很强 你跟他们的访问 接触和谈谈 很多东西你都听到很多 很多小微很点滴的东西 其实就是这里来 是的 你有很多情感上的东西 如果不是我一直都听到你的分享 其实你很为市民 处于他们当中 感受一下他们差些什么 你才会有那种感受 是的 因为从政策去研究 现在我们去大学图书馆 我们找到不少的 就是关于政策 政府报告很多 我们全部都看到的 我整个五六十年代的 整个六十年代的 涉及事务部署 我看完的 其实以往是 不容易 但反而就是居民生活 那方面 其实如果我们不抓住他们去访问 可能再过多二三十年 你问都没得问 过多年纪大了 在王大仙上村住的嬸嬸 他都很老实 他说 我住在上村的 高尚住宅区 他又认自己困 我那时候很困 20岁的时候 常常去跳舞 跳舞之后 没有巴士搭乘的士 搭乘的士 他都知道他们当时的感受 就是那个情怀 其实我们常常说公屋 以为公屋只是一种 homogeneous 不是的 在当时的居民 他们很强的感觉 你住房协的房屋 以及住北角村 蘇屋彩虹 或者住 石劫 大坑东 黄大仙 这些 感觉是不同的 这些是要通过 跟他们接触 我们才能感受到 你看那些档案 或者看 其实有些研究香港房屋政策的书 也有 这些是看不到的 这些是听不到的 实地去跟他们聊天 也有机会跟那些官员 钟若杰 许书 或者夏思乙 上一次我的partner Patrick 他自己也是政务官 他也是做过深水埗的DO 沙田DO 所以从管理阶层去看 如何看房屋 和设计者 和真实实在在住 其实感受是不同的 我有兴趣的是 一般人的经历 但是这个是比较小组的 这个经历是重要的 做就了香港50到70年代 那个转型经济起飞 其实除了政策之外 就是一般市民他们的生活 他们如何看自己 他们的经历是重要的 我就很希望可以流露到来 以及希望知道自己 经过这么多区分 你又目睹他们 那么多不同地方的转变经历 你觉得最大转变 现在你说到70年代80年代 现在已经2020了 太多东西转变了 由你今天看过去 你觉得哪个区 或者哪个位置 令到你是最大感触 或者你觉得是最大变化 其实我很多地方都去 每一条村都去过 应该这样说 因为特别有一条村 我感觉很强 但是每一条村我去到 是有感受的 我90年代去过很多村 我到2000年前后 去葵涌村的时候 其实我的感觉都很强 1962年开始入伙 第一期六二七二八二九二零二 到四十年之后还在 那个感觉很有趣 去那些H型也是 我80年代去洛湖 那个感觉也是很有趣 因为我说哪条墙 又没有说哪条墙 但是我每一次去一个地方 我都有一种特别感受 回想那条村建的时候 附近的环境是怎样 地形是怎样 其实我80年代去的时候 第一代居民很多都还在 60年前后入伙那些 很多都还在 现在多数都不在 年纪都很大 在都很大 我感受很强 刚才有一张照片 可能大家记不记得 1964年八坑都一家人拍的 七个 是的 我对那张照片感受 那是不是你拍的 不是 我喝奶 那你去哪里找这些这么珍贵的照片 很多方法 有时候有些教会 因为他们做很多服务 有时候政府曾经找那些机构 帮他们拍的 是那个机构 后来他们不要处理照片的时候 我有幸联络到他们 或者他们 有人联络过 我也有 或者eBay 想不到在eBay 找到一些照片 特别是五六十年代的 幻灯片 有游客去拍 还有有些做事工的 当时的教会 可能他们要报告 还有些军人 军人都会 因为住港的英军 或者有时候未必是住港的 可能是美军越战的时期 他们也喜欢拍照 也有些摄影师 特意来拍香港的照片 有几位很有名的摄影师 五十年代有几批 我现在在网上 在大学的网站看到 不过我考虑版权的问题 所以就没有下载 那些大学的网站 好像没有记录 威斯康生大学 有一个很有名的 photo journalist 科文 他从开战之前到战后初期 来过几次香港拍照 后来大学拿了他的照片 搜索了他 放上网 这些都是我们可以找到的 有时候我都 过往很担心 这些影像 将来的人会不会看 现在我比较放心 原来也是有人拍过 不过我们要去找 去整理 要花时间 你要懂得找 去哪里找 没错 整理也是一个很重要的 整理 和identify 你决定去找 去认这张照片 在哪里拍的 就是这样 现在我基本上 看大部分这些沙子区 我都知道 在90年代的时候 看政府报告也好 看旧地图也好 自己亲身去 也好 但当时也是一番功夫 有很多有心人 看网上 也有很多有心人 他们把照片放上网 对这些有心人 我都很感激 正如你刚才说的 我们很尊重你们 带领我们 有一个心 把香港的历史保留 我们小朋友那代 我都希望他们有机会 听到刚才你所说的 看到他们的 让他们知道 原来上多年是这样的 我自己 有些地方 都是没有用力 都是很小 但是很珍贵 真的很难得 今天真的很多谢你 多谢你这个宝贵的时间 我都趁这个机会 和你们预告一下 下次的节目 香港Redux 香港违旧系列 第三集 香港Impressions 香港印象 是一个以香港实景为主题的 艺术画展 展出的作品 包括游览过香港不同地方的艺术家 以绘画呈现他们的旅游经历 和对香港风景的不同观感 这次画展 是由芝加哥大学香港校园 和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合办 我们很荣幸请到国际著名的艺术家 王武邪教授 和我们分享他过去60年 创作水墨画的历程 节目将会由我们校园行政总监 Mark Barnacle主持 在下个星期四 晚上8点30分已预播放 节目将会附有中文字幕 详终 详细已上载在芝加哥大学香港校园的网站上 请浏览 请浏览www.uchicago.hk 或者订阅我们的校园资讯 不要错过下次精彩的节目 拜拜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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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